這支Lilliput的鋼筆很漂亮 要記住吸墨器 但今天是我不介紹的吸墨器 吸墨器和Sport最小的吸墨器是不適合用的 它是用Squeeze的 這個你會看到它的長度 我打開看看 它有墨蛋 現在我試了這個 插進去因為有些時間 插進去之後 它的長度很短 究竟這個吸墨器是用不得到的 雖然這個吸墨器這麼小 是用不得到的 因為拉到再長的時候是頂住的 這個題目我不介紹 我今天是試這個鋼筆 試了這支插進去再說 我再說 可以長一點 小一點 開筆 這支插進去 這是什麼尖呢 這是F尖 看到了 很快的 很細 如果小筆 很好寫 寫個細字也可以 可以寫小一點 這支插進去 一貫作風 一樣很暢順 這支插進去 很漂亮 這支插進去 很漂亮 它的顏色 每支不同 只有這支插進去 古銅色 是很漂亮 基本上 這支插進去 很漂亮 一般的不同 就是它寫著一些字 在這裡 看看能否放大到 看到嗎 那支插進去 它是這個標誌 應該是 我用相片來拍給你們 大家看一下 這個頚目很配 這支筆 也 прик鋒 可以 represent 看一下 看看沒有看到 嗯 看見了嗎 這個像是雷少 影片困難看一點 這個位置 都是把照片給大家欣賞一下 細細枝 很低色,很可愛 最重的是這枝 我覺得兩枝都好過人 最新的 這枝很漂亮 我就想看到 這個位置 你怎麼那麼高 我不要對這個位置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